公孙黎的西游记皮肤玉兔公主即将上线 那么这款皮肤是否值得入手呢 今天就和公孙黎传说皮肤奇雪灵柱对比一下看看再说 首先说说展示动画 虽然画面上奇雪灵柱会更华丽一些 但动作上还是玉兔公主更丰富一些 看到玉兔公主的舞蹈 就能想起86版的西游记玉兔精 游戏中普攻奇雪灵柱有雪花的效果 但玉兔公主的效果也不差 被动标记展示的效果 玉兔公主用兔子展示更有趣味性 一技能特效的展示上 两款皮肤各有特点 个人更喜欢奇雪灵柱的效果 或许这也是皮肤贵的原因 二技能特效慢看的话 也是奇雪灵柱稍微好一些 正常速度差距稍微小一些 三技能特效 玉兔公主地上显示的效果 没有奇雪灵柱立体 其他就五五开了 待机动作奇雪灵柱的更直观一些 两款皮肤各有特点的地方是 奇雪灵柱有回程特效 玉兔公主遇到孙悟空会长出耳朵 总的来说玉兔公主是一款不错的皮肤 而且通过活动可以最低五百多点圈入手 但是公孙黎这个英雄很多玩家玩不好 容易导致皮肤成为摆设 皮肤只是装饰 未来还会有更多好看的皮肤 所以不是特别喜欢公孙黎的玩家 可以不必要立马入手